还有一起不幸的事件是两年前台中是一名四岁的王小妹妹 感染了肺炎炼球菌住院 但是医生当时是诊断为一般肺炎 只用一般的抗生素来治疗 一个礼拜之后小妹妹就因为败血症而死亡 家属质疑医生的处理太过消极 但是提告之后检察官却不起诉 让家属非常不满 拿着孙女四岁时的照片 王阿嬷老泪纵横 当了台中中山医院八年的志工 孙女却在这家医院送了性命 在当八年的志工 结果是这样子 公理吗 该检查的没有跟我们检查 这样公理吗 101年9月30号 四岁的王小妹因为高烧送进了台中中山一大附设医院 七天后败血症死亡 病例报告上写的是感染肺炎炼球菌 家属质疑 住院期间 医院除了在急诊验尿汗X光 即使王小妹后来出现肺积水痛苦不堪 也没有积极治疗 全程使用一线的酶浆菌抗生素 断送孩子的性命 第一天做检查 我要到三天后才能再做检查 期间不能做检查 他们说都不用 只要那个薄荷油买一买 擦一擦就好了 前一天来给那里出院 隔天早上就病为通知 家属认为院方有医疗疏 愤而提告 御师指出 医师没有积极作为及误诊 造成患者死亡将提出在意 那既然10月2号已经有这个肺炎炼球菌 而且小孩子的状况 那些症状都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为什么你医院会统一让小孩子出院 今年6月 检方根据医审会决议 做出不起诉处分 中山医大副医 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尊重司法 王小妹感染的是肺炎炼球菌19A型 病成快速 但根据统计 民国101年 200个感染病例中 只有1%的死亡率 家属之一是医师的疏忽 让孩子失去宝贵的生命 也希望用自身经验 提醒第一线医师 面对疾病 多一点用心 就能少一个遗憾 记者黄泳幻群台中报道